公立桃源医院爆发院内群职感染 今天确诊个案已经从医护人人扩大到了病患也染疫 为了防堵疫情 指挥中心设立了防火墙 在今天宣布要启动不逃专案新制 像是门诊降载 只提供复诊的病人服务 不再收治新的病患了 另外针对1月6号到19号 由绿区出院的病人 健保卡上也会注记为自主健康管理专案对象 提醒其他的医疗机构 注意询问接触值 但是也强调不得无故的拒诊 目立桃源医院群聚感染扩大 22号再新增两例本土病例 为了避免疫情继续延烧 指挥中心也启动不逃专案因应 门急诊这部分不再收新的病人 在清空 住院的病人只出不进 针对1月6号到19号 由绿区出院的病人 健保卡注记为自主健康管理专案对象 提醒其他医疗机构 需要注意询问接触时 不得无故拒诊 另外从22号开始门诊降载 只有提供复诊病人服务 不再收治新的病患 出院或转院的病人 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14天隔离期满或移出前 需要再次裁剑 出院者需居家隔离14天 那期满也需要产 门诊的部分就完全跟我们的 就跟医疗大楼完全切开 那他的地下街在贩卖饮食的部分 也全部都停 不立桃源医院持续落实 人员不得跨区移动 强化环境倾销等管制措施 指挥中心就怕病毒在社区 扩散开来绷紧神经 同时也呼吁民众 进入医院要全程佩戴口罩 别让防疫出现破口 记者综合报道